往他的正方向 零度的正方向拉一下 如果我要刚好怎么样呢 这个圆是70的直径的话 那我就输入他的半径为多少 35 请你输入35 35会在上面有个框框会出现 35 接下来你就按什么 按Enter 这个圆就出来了 但是你会发现 哇老师为什么这个圆这么的小呢 因为我们35的这个 它直径其实就是这么小 可是如果你今天希望怎么样呢 让它放大 那怎么做呢 非常简单 请你善用滑鼠的滚轮 滑鼠滚轮往前推 是怎么样的 放大 有没有看到 往后拉是缩小 有没有 往前 往后 另外呢 你会想说往前有时候 跑过头了怎么办呢 请你注意一下 往前如果跑过头对不对 你可以再把滚轮的地方按住不要放 滚轮按下去 它会变成一只手 你可以怎么样呢 平移过来 有没有 一只手再往前推 按住呢 再平移 有没有 然后往后拉 有没有它就会在中间了 往前 往后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滚轮用法 另外呢 如果你今天希望它直接放到最大 而且刚好在正中央的话 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滚轮有没有 中间这个滚轮 请你快按两下 它就怎么样 自动放到最大 而且刚好在中间 所以请各位呢 练习一下 几个步骤 第一个 请各位下面这地方 把它 使用图示点掉 第二个呢 请各位画一个圆 用圆的地方 拖拉出一个 三十五的半径的圆 然后呢 再练习往前 往后 按注标放 平移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按那个滚轮中间两下 放大 这样OK 应该了解意思吧 反正就让一下 滑鼠滚轮的这个技巧 OK吧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